2D主要是最重要是把这两个工区列 第一个工区叫绘图工区列 第二个叫修改工区列 这两个工区列是2D绘图里面最重要两个工区列 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工区熟练的话 基本上你的2D的基本能力大概就有 七八十分有了 因为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功能 都是用这两个工区列 这个工区列其实你可以拉出来 你爱放哪里就放哪里 那我的习惯是放这里 那放的方法其实反正你们自己慢慢熟练 这个跟office有点类似 你就点什么虚线那一块对不对 可以把它放进去 等到有虚线的地方放下去 它就刚好放这里了 这恐怕多练几次就熟了 那如果说你实在不小心怎么样 把它关闭起来 可能关闭起来 对 那你当然 我刚刚有教过就是你重新再怎么样 再跑一下AUTOGAY典型 再做一次 也会出来 可是就是这一条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你们也可以到什么 检视里面有个什么 工具列 你能看到工具列 这边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把它叫出来 在工具列里面 它也会显示说你有哪些工具列 隐藏在里面 你希望把它叫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的习惯是因为这里面蛮多工具的 或者是说我的习惯是直接在工具列上方按右键 工具列上方按右键之后 你就看到 其实有打勾的才是有出现的 没打勾的都没出现 所以AUTOGAY藏在里面有很多的指令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按钮就是一个指令 里面的指令 就会藏在里面 如果说你希望把 刚刚那两个叫出来 怎么叫呢 你就记得一个是什么 修改 对不对 你就把修改给下去 修改出来 对不对 再按右键一下 还有什么呢 绘图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绘图工具列 绘图在哪里 绘图 跟这样 应该是绘制 好像旧版是叫绘图绘制 反正 这个这边叫绘制工具列 那你就怎么样 再把它搬回去 放回去就好了 所以将来呢 如果说你会用到 像3D里面会用到的工具列又不一样 3D里面又会用到什么 塑形 或者是这边里面还用到 视图 视副 这个视副的话是我们出图的时候会用到 视觉形式 这个是 3D里面会用到的比较多 或者像配置 阵列等等的这些功能 那一般如果没有用到你就暂时不要叫他出来 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工具列 一个是 叫做 绘制 一个叫做 修改 这两个 那其实我们主要 就是要做这 这两个练习 那再来就是说呢 练习完工具列之后呢 那请各位 把 刚刚在 网路上的方林的这个讲义 你们 因为目前 现在我们 手边没有教材 所以 你们就把他打开来 那先 如果有 随身笛的同学 你就把这个档案看 先把他 抠回去 然后 可能的话先把印出来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会先把这些题目 稍微跟各位做个讲解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 先来 看一下这边的题目 比如说 像第一题 这个地方 他有跟我们讲一些尺寸 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地方 假如你今天要画出一个 这边 到这边 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实际 有没有 七十的 一个圆 那这个圆里面呢 又有很多的 像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这个弧 那你要怎么样把 这个一些图形 画出来呢 或者是第二题 第三题 那其实呢 这些方 这些 这个图 你要怎么画出来 实际上呢 就必须用 这两个工具列 就可以完成了 就这两个工具列 OK 那我想各位 先把那个工具列部分 先熟悉一下 那并且 把那个讲义也把它稍微开起来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聊 OK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